所有車輛都還在停等紅燈 這時前方的育龍轎車 突然起步 向前加速 所有人都還沒搞清楚 整個一回事 黑色轎車已經不見蹤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黑色轎車向前衝出 一路先撞上前面 停等紅燈的機車 又撞上待轉的機車 之後直接左轉上橋 疑似肇事逃逸 後面撞來 幾百人撞到 他現在鎖在那裡 聽我說鎖在那裡跑起來 蠻快 我說吹油都來不及了 事發突然速度之快 還有人被鏟到引擎蓋上 一陣混亂中 有八名騎士受傷 紛紛倒地哀嚎 部分傷勢較輕的 趕緊躲到路旁 事發現場 滿地都是機車殘骸碎片 有好幾輛機車車尾被撞斷 警銷派出大批人員協助後送 有四人傷勢較嚴重 看市民的民眾 我們分別由我們救護車送 四立板橋醫院 以及雙和醫院 目前在救治當中 原先還懷疑黑色轎車 肇事逃逸 沒想到這名肇事的女駕駛 上橋繞了一圈又回到現場 靈性女駕駛心有餘悸 原來一切都是意外 那時候我就一直誤踩 可能就是不會靈機應變 一直衝過來 我以為要衝我這邊的 星期五中午 這名63歲的吃解結束服務 開車要前往盧州 行進板橋區中山名聲路口時 刹車誤踩成油門爆衝出去 先是撞上7輛機車 接著加速左轉 衝上64號道路 他知道闖下大貨 趕緊報案 回來配合調查 我願意跟那個家屬道歉 所有的 所有的要負擔的我會負擔 雙手核實不斷道歉 為了閃避前方機車 屍姐急左轉 車頭左方全都撞爛 但是車速實在太快 還是釀成意外 索性最後都是擦傷皮肉傷 沒有造成嚴重傷亡 借周天杰陳志根新北市報導